天土疫情在升溫 七明四天廉假又即將到來 就怕人流 難來北往 疫情守不住會大爆發 醫師呼籲餐廳內用是染疫高風險 因為現在民眾習慣進到餐廳之後 就先把口罩脫下來交談 容易加速病毒傳播 最好把口罩戴到上菜 要用餐的時候再拿下來 而指揮官陳時中也提醒大家 要做好三件事 除了戴口罩 也要盡量避免與不特定的人出遊 保持社交距離 在心態上則是保持戒線不恐懼 清明廉假倒數中 國內馬上就要迎來返鄉出遊潮 不過近期本土疫情升溫 雖然中央還是維持現行防疫措施 但就怕到時候人流難來北往 疫情守不住 有醫師點出染疫高風險 就是在餐廳內用 餐廳的這個防疫 只要它雖然一直是我們這個 病毒傳播大概很容易發生的一個地方 盡量避免用其他流直接的接觸 我們現在一般民眾會有一個壞習慣 他只要進到餐廳就口罩再拿下來 就講話嘛 他就口目很虧 這樣就很容易被承認 你在進食的時候拿下口罩以外 隨時都要把口罩戴好 最好等到上菜要用餐時再拿下口罩 如果民眾要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也要記得做好個人防疫手部清潔 指揮官陳時中更喊話 親民連假除了盡量避免與不特定的人出遊 也要保持社交距離戴好口罩 就不用太優心假期過後 疫情會再度大爆發 會不會有更大規模的疫情呢 其實還不太一定 因為從疫情開始一直到現在 我們經歷了很多 那個可能會有人炒的一個連假 看起來並沒有造成 疫情上面突然 病例暴增的一個現象 醫師認為這波本土疫情風暴 需要約20天的觀察期 親民連假需要大家上警防疫發條 才能維持住現有的解封節奏 建律陳清順他不懂 阿嬤 阿嬤